运动赛事向来是国人关注的焦点 近期位在国立中正大学的湖畔咖啡厅 新成立了湖畔休闲站 提供大学生们一个新环境可以聚集在一起 为观看运动赛事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那要怎么让就是湖畔的形象 就是让学生愿意走进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接下来就是有一些比赛 就包含那个LOL或是棒球 那因为LOL的话是在11月多就开始打 但是我们来不及去做规划 所以我们就把它锁定在棒球站 那老板就是也是把里面的空间就是整理好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成立一个空间 然后让大家可以进来用餐啊 然后观看转播这样子 前几周刚好是2019年世界棒球12强赛 吸引了不少棒球爱好者前往湖畔休闲站观看 凝聚众人为中华队加油 现场气氛十分热血 感觉跟大家一起看棒球比自己看还要刺激一点 就比较大家看比较嗨啊 蛮嗨的啊 因为跟大家一起加油蛮开心的啊 我觉得不错 因为其实国外有很多那种运动酒吧 就让大家一起看棒球 看运动的场所 就是大家一起看 然后就是也可以凝聚大家的那个就是爱棒球 爱运动的那个心 然后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就让大家可以多个话题 或多个一起兴趣或交朋友的做 对于未来在没有赛事的期间 该如何延续湖畔休闲站 将会是一大考验 发起人扮演着凝聚运动爱好者的重要角色 期望在没有赛事的期间 也能举办活动 提供一个好环境 让同学们多一个休闲去处 在没有赛事的期间的话 我们打算就是去做 早上的部分可能会去规划早餐时段 然后在早上就是每一天都特别的有 重点赛事NBA去播放 那我们可能在前一天晚上的话 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 就是跟大家说明说 我们明天可能是会转播什么赛事 在咖啡厅积极转型的过程中 他们期望的是能让同学们走进这里 打破过往高价位的既定印象 缩短与同学们之间的距离感 也不必出校外就能有一个空间 让同学们聚集在一起观看各项赛事 中正一报 吕丽霆 郑孝良 中正大学报导 中华队 加油 中华队 加油